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 是这个消息服务器开发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七讲 那么这节课我们有哪些内容呢 好,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SockT.io的一个事件的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开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创建了一个项目 然后呢,使用了Express和这个前端构建 然后呢,我们来实现了这个SockT.io在这个Express 同时监听同一个端壳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还遗留了一个任务 也就是SockT.io里面的用户认证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从SockT.io的用户认证开始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讲解 好,那我们就先从代码里面来看一下 如何来实现SockT.io里面的一个用户认证 好,这呢,我们还是使用我们这个Web IIM 这一个项目,我们就不用再改了 当然,第一步我们还是先把它启动起来 好,通过Gap启动起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Io我们是创建好了这个 Io是创建好了的 那如果我们要实现用户认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好 用户认证 这个地方怎么来做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SockT.io,一个叫什么呢 我所做Racing这样一个东西 设置它之后,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一个叫Handseek的一个Data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回调Aceptor是否是通过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Handseek的Data打出来看一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Aceptor也一起打出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当然,要实现我们这个用户认证 那么首先我们得创建一个链接 所以我们这边一定要先让它启动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上建一个客户端 那客户端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个呢,我们在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个经验了 所以这个SockT.io.js我们就先拷贝过来 好,拷贝到我们这个 当然,这个里边我们就叫JS 或者叫Lib之类的都可以 好,这个是SockT.io.js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引入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 好,这个时候要连接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以前在之前的客户里面已经实现过了 通过这个全局的IO connector一个地址 当然,如果不设置的话 就是当前地址加这个80这样一个端口 所以我们这儿呢,还是设置成我们的8000号这样一个端口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用它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只需要启动我们的这样一个 好,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有没有响应呢 这儿呢,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这个Chrome里面去打开 看一下这里有错,有两个错,什么缘,什么错呢 第一个呢,是说我们这个socket.io没找到 第二个呢,是说我们的这个 io没有定义,没找到就没定义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写的路径 这个先关掉 我们写的这个路径 是一个绝对的 一个从跟路径来开始的一个相对路径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用 打开html这种方式的话 肯定是不可取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localhost8000 因为我们这个8000端口同样 也会有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看一下 现在这个服务已经响应了 但是我们这个socket.io.js没有拿到 什么原因呢 很明显是我们这个这边 没有把我们的内容写过去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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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这个js叫socket.io.js 看一下 socket.io.js localhost400 bunderequest 什么问题呢 这时候我们客户端有错 我们得看一下到底是哪个原因造成这样一个错误 好,再来看一下 好,再来看一下 这边比较奇怪的一个问题 400 什么原因呢 是说我们这个Js找不到 我们来确认一下 先把这个地方用相对路径看一下 也是400 也是400 这个Js 然后刚好和我们这个静态文件的一个Js 重名了 所以他们的路径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这里就直接写socket.io 或者说我们不设置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访问 哦,没问题了 因为当前面没有拦截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访问就会走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请求里面去 就到我们的这个静态文件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儿出错了 为什么出错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边已经有错误 然后这边 看一下 其实是有内容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错误 那很明显 就是我们这边的代码出问题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 CustleLog 好 这次刷新一下 OK 现在就有数据了 注意看 这边的话 其实 我们这儿打印出了这样一个对象 所以说 我们这个HandSheetData 其实是有内容的 那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里面的哪一个部分内容呢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Headers这一块的内容 好,刷一下 看一下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我们这个Headers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Accept是一个Function 那这个时候我们 再来处理一下这个结果 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能不能看到说我们连接有没有成功呢 可以在这里来做处理 看到我们的连接有没有成功 叫 Socket 好,连接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ocket打印出来 ID 把ID打印出来 我们再来刷 看一下 看一下 其实它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来 那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错误呢 这个错误要在哪看 这个错误其实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connect里面来做一个监控 比如说 这个客户端 如果出现一些 有错误的一个回调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注意了 客户端由于我们的浏览器 不一定是ES用的所有属性 所以我们这里用原生的这样一个JS来写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控制台有没有内容 这个总是打错词 刷一下 好 没有任何内容 然后后端呢 也没有输出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连接成功 这样呢 我就不卖关子了 这边其实上 要做这个认证的话 是在这里 我们要去调用一下accept这一个方法 如果 成功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失败的话 很明显 也就是我们的 异常信息 Aero 然后呢 给一个false 这样一个值 我们先把这个失败的 先试一下 好 这边 我们的这个socket.io 这些都没有反应 那如果是成功 那如果是成功呢 也没有反应 看一下 我先拿一次 好 注意看 这里其实已经打出来 我们的这边 这样一个ID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连接已经连好了 我们再来一个连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这边的这段代码其实是没有 我们先简单的完善一下 要不然这个测出的这个效果不是很那么容易看 当我们连接之后连接好之后 我们就给客户端发一个welcome 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呢 直接 放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在客户端的话 我们就来做一下 处理 好 当然这边我们最好是在客户端用这种做法 好 我们这边直接感觉像是这个控制台卡住了 导致我们这后面就没有输不出来 看其实上是有的 好 所以这边我们重新起一次看一下 好 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 两边都是成功了的 好 所以这边呢 其实它也输出了我们这样一个值出来 两次都成功的 刚刚那个应该是重启的时候 可能还有问题 导致没有重启 得比较完善 好 这里呢 所以我们在认证的时候就应该在这里来做一些判断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header 就是一个关键的 因为我们在header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有我们的这个cookie 那很明显我们就可以通过cookie来转换一些内容出来 来进行一个设置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认证其实也就在这里来做一个处理 拿到cookie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cookie给打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判断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到底确认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同时呢我们在连接成功之后 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去做用户验证 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来打出来 好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也是有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的 其实那我们就把这里来做分开 这里我们就简单一点 如果有cookie 那我们就算认证通过 否则的话我们就说没有通过 没通过的时候我们就返回一个错误 和我们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没通过的一个情况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认证的一个代码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处理用户的一个连接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拿到我们的这个数据 具体我们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否又卡住了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gov代码 到底哪个地方会造成这样一个卡住 从这儿最直观的看到的话应该是这个watch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return 现在再来试试 好现在的话就比较完善的一个就没有死过了 看一下都是ok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边 为什么这个数据没有打得出来 看一下是这里叫handseek不是hard 很明显的打出来了数据 注意了刚刚那个构建那里应该是有一个bug 就是说我们这儿需要用return把这个每一个watch给打回回去 否则的话它会卡在那里 就导致无法重新来跑了 看一下 说过通过这里呢我们也就可以拿到这个header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能做的还有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写数据 比如我们的headers 这里我们把这个当前时间给 附给user id 那很明显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获取到我们的user id 看一下user id也有了 再来说大一次 我发现是这个控制台本身它会有一点卡顿 当我们每次点右键的时候它就会出来我们这个结果 好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界面的一个内容 是这个情侣的 对 我发现了 是这个啊 就是这一点